建國中學應該有這個能力吧 可是你們可以挑戰建中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這個能力 你也可以挑戰我 和高中生面對面 蔡總統一秒成了蔡老師 不只展現活潑一面 對上歷史補教名師吕傑 更是金句連發 我只拍都沒有在製作上 做總統已經很辛苦了 這件事情就饒了我吧 遇到不拿手的音樂領域 蔡總統拜託吕傑 饒過自己 但談到這個就換他大顯身手 這次看出我覺得 Las Benefit所說的看出就在我內心 不要看我 我聽不懂 我真的聽不懂 好 我幫你翻譯一下好了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是教英文的嗎 我教歷史啦 走錯場了 學生當場英文提問 完全難不倒蔡總統 甚至還趁機反將履捷一軍 鬥得全場哄堂大笑 但不只輕鬆議題 尖銳問題當然也少不了 我不期待總統 就是有立即的回答 所以這件事情跟最近的 執行存費議題的延消有關 你放心我不緊張 我會回答這題的 它確實是一個 它是一個理性的問題 也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更是一個情感的問題 有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我有強而有力的一個治安的機制 在行政院長的主導之下 從死刑存費到治安議題 蔡總統都正面接招 更藉機向青年學子喊話 十八歲公民權一起投下 省慎一票 連續第七年和高中生 翔建歡 不只是要聽聽年輕人 在想什麼 也用行動展現 對年輕人的重視 三水李威廷 採用台北 採用台北